你们叫没结婚来看一下这面目 结过婚了就直接走了吗 因为她比她们两个年龄要稍微大一点 23岁 那你成为好儿媳的特长是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会调节好两家人之间的关系 你是做说客的是吧 就是两家人的关系靠你来引导的 那李津和韵伟两位来请初恋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个调节法 一位是你妈 一位是你的未来的婆婆 看你怎么来调节 好吗 谁是妈 谁是婆婆呀 我们俩是什么意思 没听明白 你一看就是她妈 你的体型就是她妈呀 对吧 这是你妈 这是你未来的婆婆 还真像 瘦婆 就是婆婆跟妈打起来了 女儿 女儿要求就是带着老公住他们家 是是 女儿要求带着老公住你家 你要求儿子带着媳妇住你家 是吧 来 媳妇 甭媳妇笑脸的 现在到插门这个事情已经不新鲜了 到我们家算新鲜的 凭什么不能住我们家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儿子是我养的 哇 我养了她39年了 好容易今天娶着媳妇了 能让她白白的走吗 好好好 您那个儿子39 39 我们这姑娘23 差着16岁呢 差86 也得搁这二号 差86也得搁这二号 这是你说的话 对 你们家那个房子的经济条件不行 不行我搬出去 不行我搬出去 不是上下两层吧 怎么着 每层就五平米 五平米 我们跟着住 人家站着睡觉是怎么着 我们闺女住炮猴去了 像话吗 不行 说出大天呢 也不能让我这儿子跟你们走 知道吗 只能你们上我这儿来 爸 爸 爸 你也跟着来 你也跟着来 我儿子搭一个门门 你先等我 这是你儿子 儿子太少 39 39 39 儿子来了 这是我那大小子 大小子 一看这就不像亲生的 怎么会不像亲生的呢 我记忆突变 你就是我生差费多得进呢 对啊 对啊 这改 老师说 我跟你说当时 爹挫挫一个 娘挫挫一个 谁说的 我随爹 没有没有 我爹姚明我跟你说 他所有的老头子 对 姚明 你爸爸姚明 姚明 姚明娶了我妈以后 我都辛苦 我这么打高个 平常交流 我困难点 困难多了 好吧 我爸在二楼 我妈在一楼 完全不给这个儿媳妇出场的机会 来来来 媳妇你来劝一下 不用你说话姑娘 我就搞定了 你搞谁啊 你搞定了 你搞什么定了 来来来来 我听你的 你是 你是跟着她走 你还是留下 你要是过门以后 你让我轻追你 我实话告诉你 他不是你亲妈 怎么还有家庭遗案呢 他不是亲奶奶 他不是也不是亲奶奶 我们家是红灯记 是怎么的 我跟你说 那天我上你们家了 走错门啊 我上你们街坊 我瞧街坊 刘大爷 怎么跟你这么怜向啊 妈 这事谁跟他说的 伟姐你大兵大兵 那好歹也是代大爷 刘大爷 刘大爷曾经在我们家打过家具 哪年 八十哪年打的家具啊 是七零年打的吗 越扯越远了 三十九年前 四十年前 在你们家打过家具 就七零年吧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我守寡多年 对吧 我守了五十来年寡了 对吗 我不可能闹出什么匪文 不可能 爸 你太入戏了 怎么孩子 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你守五十年寡 你们这大小子才三十九 现在给我回去 回去回去回去 回去 回去 你得住这儿 让他第一句都没说一句话 就说这老太太 我跟你说姑娘 跟她离婚 妈再给你找一好的 四十四十年 你让我们闺女说句话 来 来 要我说啊 咱们哪儿都不住 哪儿都不住 大家都住一起 不住我妈那儿也不住 我们俩住一块 她们俩住一块 我们还活得了吗 大家用她吗 跟她呀在一块 我不适应 这么着吧 我跟你爸爸住一块 倒下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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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扣分吧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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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立刻